今天咱们学习滑辣椒 滑辣椒今天咱们用的颜色有猪标 薯红还有墨汁 咱们现在开始挤颜料 每次挤颜料 规矩就是 把颜料一定要挤在盘子边上 挤在盘子边便于调色 盘子中间是调色的地方 挤在边上 挤完之后马上把颜料盖好盖 要不然的话时间长了会干 以后就挤不出来了 然后有猪标 挤注标 同样是挤的盘子边上 现在咱们开始画 每次画 第一步就是把笔润湿 把笔润湿 然后刮一下 在边上刮一下 在水盆边上刮一下 然后开始沾颜色 先沾浅颜色 先沾注标 咱们每次看我的动作 在笔尖上沾颜色 笔尖上沾 沾到一定程度之后 转笔管 转转转转转转转 这样压 转压 这样使它的那个 笔里边含的颜色均匀过度自然 然后开始沾树红 还是从笔尖沾 笔尖沾 沾完之后 在盘子里边来压 转 转笔管压 这样 使它更加过度自然柔和 然后压 然后咱们开始画 大家看 先画一单个的 好的 一笔先画出尖的 然后拐个弯 然后一按 一个辣椒就会出现了 然后咱们再画一个 再画一个 然后先轻入 然后往下一按 第二个辣椒就完成 然后我觉得颜色少一点了 我再沾一点颜色 然后第三个 三个我会画小一点了 看 小一点 然后呢 再画一个 第四个 再画一个五个 大家看啊 然后呢 咱们可以画用墨汁 画它的瓣 画它的瓣 大家看啊 墨汁一样 也一样 蘸的时候 笔尖蘸 然后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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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画它的瓣 然后你看 每个画一个 这样一笔 两笔 画一个瓣 然后画它的瓣 哎 瓣 瓣 然后瓣 这是瓣 然后画它一瓣 好的 这几个辣椒就画出来了 然后呢 咱们可以画成一个串 一串的辣椒 然后呢 我先把颜色再沾一下 因为刚才沾了颜色 已经用的差不多了 然后 先沾主标 然后再沾鼠红 我还是揉 还是揉 这样 然后我再 还是画一个成串了 你看 一笔一个 一笔一个 让它拐一点弯 不用画太直 你看 又一个 又一个 再来一个 你看 笔尖总是用的尖在这边 然后画右边呢 笔尖就在右边 你看 我一按 就形成一个辣椒 你看 我再画密一点 好的 左边一个 然后角度不要太一样 再来一个 然后右边再来一个 好 颜色不够了 我再沾一点颜色 先加一点水 然后再沾颜色 先沾主标 后沾鼠红 然后 转一下鼻管 调一下颜色 从左边画一笔 右边再画一笔 右边再画一笔 在这再画一笔 角度让它不一样 右边再画一笔 好的 然后这时候我就可以画它的拖 还有挂它的小绳子 你看啊 画它的拖 再露一点就点一下就行了 不用每个的话 你像这个露的比较多 可以画全了 哎 两笔画出它的拖来 然后 画点根 然后我再画一个绳子 你看啊 哎 绳子下来了 啊 绳子穿起来的 挂在墙上的 你看 可以带 转过来 这个绳子连下来了 都都穿上了 好的 这是一串辣椒 看看效果挺好的吧 大家按照这个方法练 一定能够画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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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